蔣萬安他的政治風格就是一個軟趴趴的 沒有破例的漂亮的王子 所以他今天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本身是想要甩鍋北院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北院絕對不會告訴他該不該停工 因為這已經超過法院的職權了 法院的職權不包括在建造還有效的時候 就叫人家停工 只有台北市政府他是建築的主管機關 只有台北市政府可以處理建造 跟處理勒令停工的問題 就像以前處理大巨蛋的時候 發現大巨蛋沒有按圖施工 也是都發局先叫他停工 最後遠雄不滿才去打官司 絕對不是法院自己把手伸進市府來 這是有一個權力分立的原理 那蔣萬安他是法律人他其實很清楚 他也知道說發函出去之後 法院一定會叫他本於市府職權自己處理 但是他這樣發函之後他就撐過這兩天質詢 他就是先撐過質詢再說 就做了一個假動作 包括這個國民黨秦慧朱議員剛剛也有講很公正啊 他說這是一個發函的假動作 法院根本不會管這件事情 所以蔣萬安現在的策略 我認為他就是只是想要以託代變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實在是過於懦弱 市府市長你對抗財團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為我們台北市250萬市民去守護的 這個超過百億的東西利益 然後加上現在有監察院的糾正 有議會的調查報告 未來檢方如果起訴的時候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廢止行政處分的時期 其實面對這種問題 快刀斬亂麻對於市庫來說 才是最有保障的 如果拖來拖去恐怕會拖出大問題 首先第一個 如果他是以這個不給勘驗來做緩兵之計的話 其實因為他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所以時間如果繼續再拖下去 金華城反而可以反咬北市府一口 他可以說我的建造都有效 而且我都是按照規定來申請 為什麼你不給我勘驗 這個時候就會衍生說你給他拖時間 如果拖到他預定要完工的時間 會不會衍生賠償責任等等問題 所以其實快刀斬亂麻有破例的解決方式 應該是我認為有兩個 一個是原用行政程序法裡面 未來如果金華城案起訴 那起訴書中有寫到審慶金有行賄的行為 那他就符合行政程序法裡面 關於廢止行政處分的規定 而且是不受到信賴保護的 所以如果審慶金行賄 你直接廢止原來行政處分的時候 他未來要告國賠也會告書 因為他有行賄的這個事實 那第二條路呢 就是按照都市計畫法 其實每三到五年 就要進行一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那剛好現在的時間 台北市政府一直全本來就可以 重新檢討金華城那塊土地的都市計畫 那你重新檢討之後 你過去那個不該送的榮基獎勵 你可以就是說因為你被監察院糾正了 所以你要把這個榮獎收回來 那這個時候只要金華城就是還沒蓋完的話 你都可以因為廢止掉行任處分 或是都市計畫再變更 再要求他要能夠修正他的圖縮 要能夠修正他的建築面積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多送給他的這些 不公不義的榮基獎勵給收回來 那這是對我們市民的整體公共利益來說最好的方案 那為什麼現在蔣萬安還要去發援北院說 到底能不能停工 就是這個動作他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蔣萬安他的政治風格就是一個軟趴趴的 沒有破例的漂亮的王子 所以他今天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本身是想要甩鍋北院 但是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北院絕對不會告訴他該不該停工 因為這已經超過法院的職權了 法院的職權不包括在建造還有效的時候 就叫人家停工 只有台北市政府他是建築的主管機關 只有台北市政府可以處理建造 跟處理勒令停工的問題 就像以前處理大巨蛋的時候 發現大巨蛋沒有暗途施工 也是都發局先叫他停工 最後遠雄不滿才去打官司 絕對不是法院自己把手伸進市府來 這是有一個權力分立的原理 蔣萬安他是法律人他其實很清楚 他也知道說發函出去之後 法院一定會叫他本於市府職權自己處理 但是他這樣發函之後 他就撐過這兩天質詢 他就是先撐過質詢再說 就做了一個假動作 包括這個國民黨秦慧朱議員 剛剛也有講很公正啊 他說這是一個發函的假動作 法院根本不會管這件事情 所以蔣萬安現在的策略 我認為他就是只是想要以脫代變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實在是過於懦弱 市府市長你對抗財團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有GOTS 你本來就要為我們台北市250萬市民去守護 這個超過百億的東西利益 然後加上現在有監察院的糾正 有議會的調查報告 未來檢方如果起訴的時候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 最好的廢止行政處分的時期 那他做發函的這個動作 可以來就是 例如說他到時候要 金華城要鎖賠的話 要鎖賠的話 這會是一個制服的 我當時其實是有做這個動作 我認為他發函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只會回答他說 這已經超過了法院的職權 然後請台北市政府本於職權自行做處分 所以求還是會回到蔣萬安手上 那做一個市長喔 如果一天到晚就是怕被財團告 那他每天軟趴趴就沒有辦法 來守護市民的利益嘛 財團當然會威脅市府 可是市府你有公權力在手中 該用就要用 尤其是法律已經規定那麼清楚了 行任程序法裡面寫 只要有行賄的行為 那後來去廢止這個處分的時候 他就不能主張心來保護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要等的 其實是檢方的起訴書 裡面如果有寫到行賄的行為的話 就直接去廢止原來的行任處分 金華城如果不服歡迎來告 就看審慶金那個案子 後來的結果怎麼樣 那如果最後審慶金行賄確實有罪 那金華城就請摸摸鼻子自己認了 因為像這樣子透過行賄而拿到手的建造 本來就是不公不義的產品 我想金華城被扣押的動作 肯定這個法院在月券的過程中 已經有他的新證 也就是說檢調現在非常積極的 已經掌握到了相關所謂圖利的市政 而如果金華城有造成圖利的話 而有不當利益的這個關係的話 那是不是就是跟柯文哲和彭政生有直接的關聯 原因是因為當初這個柯文哲一直說嘛 這個中間的這個都委會是一個中立的單位 但是如果有所謂行政首長介入關於這個 所謂都委會的話 那就產生一個行政不公 才能夠造成所謂圖利財團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檢調現在在這個搜索的市政上 已經非常的完整了 他們現在已經搜索差不多完整了嗎 那現在檢方都在等什麼 如果總部長快起出來說他們可能還要再追更深入 我認為就是檢方現在已經是採取了 一個第三度大搜查 而且也違反了非常多人 我認為除了他們想要去確認關於這個行政裁決上 有沒有圖利的狀況之外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收賄跟行賄 那目前我們看朱雅虎可能對於行賄的這個狀況 有採取可能是認罪的態度 那如果有這所謂的行賄者 那是不是就有收賄者 而收賄者目前金流是查到應小微的部分 那所有的金華城集團的整個公關費用來講 初估現在呢 是高達快要9億多的這個狀況 而這9億多會留下哪些地方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有留下所謂的科惡者或彭政生的話 那麼整個案情就會提高到 所謂的收受不當現金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檢調現在還在所謂收斂關於金流的部分